节节小了,做完手术了,做手术的时候很多都不用做淋巴结的清除 尤其是磨玻璃节节 但是如果实性的节节,虽然它小,小过一公分 做手术一定也要做淋巴结清扫或者淋巴结采样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病人节节只有8毫米 是实性节节,但是做完手术发现淋巴结是有转移的 所以有的节节,它恶性程度高 虽然体积小,也会导致淋巴结转移 这样的话,如果不切淋巴结,就不能准确分期 后续的治疗跟不上 这样的话,我们明确了诊断以后 做完手术后续治疗跟上以后,效果就会比较好 这个病例蛮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看到右上肺有一个这种磨玻璃节节 但是在它的这个大概也是在右上肺前段 这里有一个实性的节节 其实节节都不大,都七八毫米 在别的地方做了手术以后了 我看到了一个,就是说节节这么小 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病例 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淋巴结转移 那么有淋巴结转移了 这就是3A期了,就属于局部晚期了 所以它就不是最早期 本来看影像片,觉得它是最早期的 本来觉得是最早期的 实际上呢,所以对于这种实性的节节 它也报了是紧润性的线按 对于实性的节节,一定要采淋巴结 虽然个头小 但是淋巴结必须切 这样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准确的分期 如果不切淋巴结,不知道淋巴结有转移 跟不上后续的术后治疗的话呢 它疗效就差了 如果现在淋巴结它确实切了以后 发现有转移 那么我们马上给它跟着进行治疗的话 效果还是很好的 好